国铁哈尔滨局的数据显示 2024年春远开始以来 由铁路到哈尔滨的旅客 同比增长的一倍 这个冬天 当一直火爆的冬季旅游城市 哈尔滨叠加了春运 如何应对大客流 让大家来得舒心满意 春运微观察记者来到了哈尔滨 好 这里是哈尔滨火车站的 后车道题 虽然今天室外温度 已经接近零下20分钟 但是我们在现场 依然可以感受到 春运热度的不断发生 我们看到座位上 已经坐满了旅客 然后现场的制作人员 正在给他们发放头字啊 翻动啊 可以说是充满得浓浓的年软 你们来自哪里的呀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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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 老小 火锅 哪里好玩 雪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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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大街 因为雪香那个 雪香的雪都现在往这里来了 人家太厚了 我们那边基本上是看不到雪的 然后孩子们就特别期待来到哈尔滨 吃的都很好吃 吃的很好 都很大份 好玩 很像 感觉就是特别的温暖 特别的热情 以前在刷那个视频的时候 那评论区里面说 祖国南北一加七 特别就是 特别享受那银框的那种感觉 在采访中 一个突发情况发生了 12306后台票无信息显示 哈尔滨到北京方向 出现大量旅客后部订单 铁路部门立即决定 对这一方向的动车采取重连措施 增加运力 保证旅客出行 我们科运部呢 以往动车组重连 从提出需求到完成审批 至少要花费一天时间 而今年春运 这样的审批流程 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 为了优化我们的这个业务流程 第一时间调整运力 就是育有特殊情况 需要调整运力的时候 由我们客运部门 第一时间发布命令 寄物 车辆 调度 运输等相关部门 各负其责 各司其职 然后尽快地开展工作 有了科学调度的快速反应 运力还要跟得上 国铁哈尔滨局提前采购了 七组最扛动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投入北京 上海 武汉等热门方向运行 我们可以简单地来计算一下 每组动车组的定源是577 7组车每天可以产生4039席位 通过席位的服用 每天大约能够运送1.2万名旅客 有效地缓解了这三个方向的 旅客购票难度 除了内部挖掘潜力之外 国铁集团还统筹协调 早早地调来了其他车辆进行增援 国铁集团还为我们航域 调拨了192辆普速客车车艇 这里头比较重点的就是 首次增台了广州 白云 上海 还有杭州方向的车达 春运期间 哈尔滨站每天有280列火车 大约11万人进进出出 而机者在这里却感受到 大家的工作是繁忙而有序的 我想问一下咱们接你的这个车辆 需不需要咱们给你提供一下 就是更便利的 停在停靠的位置更近一些 工作人员刚刚接到的是一条 快703次列车的求助公单 车上来自山东泰安某中学的 五名老师 带着50多名学生来哈尔滨演学 他们希望能够少停留 快速出站 在列车到达之前 我们就会有专人到站台 车厢门口的位置等候 然后为他们提供这种便利的出站 引导他们怎么行走 来吧 第一队来先跟我走 往前走 拿好自己行列 在黄线里边走 孩子们在外边也没有停留过多的时间 非常的贴心 我没想到这么的迅速 服务也特别热心 下车后那些工作人员 还热心地为我们刷暖手宝 记者了解到春运期间 哈尔滨局不少列车 都在车厢里设计了东北风情元素 让天南地北的游客 沉浸式地体验火热的东北文化 东北这个秧歌开不开心 开心 太好了 出乎意料了 我是从广州来 从最南跑到这边 我们整天刷那个灯球圈 全都是你们东北的 所以我心都已经飞过来了 春运期间 这些交通工具 因为旅游而变得更有意思了 广大游客觉得更温情了 更温暖了 旅游的因素加了进来以后 文化的味道浓厚了 生活的场景营造起来了 或者是行驶在轨道上的生活空间了 据了解 今年春运期间 国铁哈尔滨局预计发送旅客 1288万人次 同比增长60.7% 哈尔滨 亚布利 墨河等热门旅游 城市各发量将创历史新高 有点 要 都有